营养神经最好的药 刘卫玲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营养神经的药现在比较多见 但是真正有从行政医学上说 哪种营养神经药 现在有些好多还是不太确定的 但是比较常见的呢 咱们有这个维生素B1 维生素B12 还有维生素B12的衍生物 就是米克宝之内的药物 还有腺肝骨胺 这都是维生素B12 它的这些衍生物 什么样的人能要用这些营养神经 比如像是咱们现在最多见的 就是比如脑血管病 我们要用营养神经的药 比如肢体的这个瘫痪 肢体的缺损啊 肢体运动功能的这个障碍的人 还有呢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病人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病人 像现在营养神经的 出了一个口服药叫做伊帕斯塔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硫栓心 这些呢只是临床上常见 药也比较多 但是它的治疗的这个确切性 到底有多少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去 大众的数据去肯定 所以营养神经 我们一般的这个民众呢 不要因为我哪地方不好呢 就去随便去用这个营养神经 它这个营养神经药物 也就是一定要到神经内科 神经专科的医生指导下 查明原因了以后 去运用这个营养神经的药物 不要自己随便的去 我这个病啊需要用下 所以总的一句话 就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因为这些所有的营养神经的药物呢 它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呢 可能都有一定的损害 所以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去用营养神经的药物 专家提示 1. 比较常见的有维生素B1 维生素B12 米可宝 腺肝骨案 伊帕斯塔 硫酸心等 2. 营养神经的药 适用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病人 3. 其治疗的确切性 还没有大数据需肯定 4. 营养神经药物 一定要在神经内科医生指导下应用